中国公布这支无人机部队其实是为了低调展示一大技术突破在6月11日,中国国防部公开了一组中国首支无人机作战部队的训练照片,同时还大篇幅报道了战斗机飞行员改飞无人机的经历。 这也是中国首次对外公布自己的无人机作战部队的机型,构成和训练内容,引起了诸多关注。 不过,相对于连篇累读的解读中国无人机部队本身,其实中国是透过这次无人机部队的公开,对外低调展示一种全新的打击能力通过无人机,中国空军可以执行全球打击任务。 而这背后依靠一种堪称黑科技的装备,卫星数据链,这才是真正的主角,可移动卫星天线车有这个,才说明真正构建卫星数据链了在以往,大家比较熟悉的数据链系统,比如美国的Link-16数据链,但是,其采用的UHF评端,受制于距离等因素,这使得如果想要超远距离通讯,必须中继才可以。 就算UHF评端可以实现超视距的通讯,可通讯质量无法保证,有没有高效的手段,确保通讯带宽足够大,距离足够远,这就需要卫星数据链介入。 现在美国海军使用的Threader J和空军使用的JRE拓展卫星数据链,都是基于现有Link-16的升级版本,这部分美国发展比较早。 而大家在电影里看到的,在上千公里外的指挥部,同时回传的无人机操作画面并下达攻击指令的场景,其实就是借助卫星数据链来完成的。 美军的Link-16数据链堪称最完善的数据链但是没有卫星支持是没办法做到全球指挥的不过。 要建立这样的卫星数据链网络并不容易。 首先,你需要有足够覆盖全球的通讯卫星作为中继转发,理论上至少三颗,实际上至少需要六至八颗。 其次,卫星数据链需要有配套的天线、发射、接收、处理转换等多个子系统组成。 这些东西平常地面卫星接收站都会有,可仅仅一吨载荷量的无人机,是根本不可能携带上去的。 如何取舍?这需要强大的电子工业设计能力。 最后,你需要创造一种能够兼容现有数据链的通讯格式,符合卫星大带宽、高延时、短暴纹功能响应慢的特点,同时兼容现有其他的数据链。 你起码需要有个三军数据链才能设计出来这样一个通讯格式吧。 仅仅拥有自主三军数据链的只有美、俄、中三国。 可见真正难度之大。 中国无人机已经展示了1000公里外命中目标的能力。 这就是卫星数据链的,供效中国的查打一体无人机如果不使用卫星数据链,只使用地面站的微波天线。 其活动半径只有100至200公里。 如果在山区等低洼地带甚至只有几十公里。 而借助使卫星数据链,中国已经进行过1000公里外的无人机实弹打靶实验。 而且,在最近的新安岭大火的铺就过程中,中国的彩虹赋死无人机就借助卫星数据链完成了相应远程摇测任务。 中国无人机卖得好,最主要是配套设施,完善中国无人机在国外的出色表现。 其实也离不开卫星数据链的支持。 比如伊拉克购买的彩虹赋五茶打一体无人机,主要任务区域处于地广人稀的沙漠。 如果只用微波通讯,200公里的最大通讯距离根本不够。 可借助中国的卫星数据链,不仅仅可以打击各种高速移动的地面目标,甚至还可以长时间徘徊在战区上空,打爆敌方的飞毛腿导弹发射车。 这其实也是土豪国家。 沙特,一个从来没有买过用过中国无人机的国家,肯一口气下了10亿美元的生产线大单。 有了卫星数据链的支持,别说整个中东地区,全球都可以操控中国制造的无人机。 而且这个卫星数据链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准入权,后续收费维护全部由中国说了算。 这就是给航天投入一元,会产生七元效益的一个最好写照。 土豪这次的选择其实相当正确。 全文结束。 谢谢大家之前的指教。 欢迎。